亮麗的外表 敏捷的身手 她是台灣體大徐瑋寧 今日出戰公開女子組第三輛級 她在第一場時 雖以對手經過一番激戰 但還是靠著純熟的技術 擊退對手一路挺進金牌戰 最終脫穎而出 成功未效摘下一金 我對於我今天的表現很滿意 然後也有做到我自己 就是設定的一些目標 然後也完成了連霸 所以蠻開心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部分是 我會在練習去加強的 教練都會跟我講說 她知道我是最棒的 所以就是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 做喜歡做的 我就會贏 古止玲出戰公開女子第四輛級 遇上北市大趙柔 因無法突破對手的防線 在準決賽0比3敗給對手 無緣進入金牌戰 在同牌戰時 古止玲平復情緒 最終3比0拿下獎牌 而她也對明年全大院 許下奪金的目標 我覺得有很多地方還需要再改進 就是想衝出去的速度還可以再快一些 好技術上面 手部的攻擊也可以再加強 就是很可惜說這次沒有拿到金牌 然後我也希望明年全大院可以繼續加油 然後拿下金牌 葉田立今天參加第一兩級的賽事 雖一直不斷搶追上對手的分數 但是未能達成無緣晉級 空手道賽程已全部落幕 台體空手道隊 更微笑奪得耳金一贏耳童 記者劉宜璇趙雲嘉義報導